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皮舞导师 13年瑜伽教学经验 曾在凤凰卫视 TVB LA18台 ICN电视台 以及多个杂志 拍摄瑜伽及杜皮舞教学节目 创办Violet Yoga Fitness 7年以来 立志于为在美华人 创造最合适和最时尚的 运动健康心理念 Hello 大家好 我是Violet Yoga的瑜伽老师Sarah 那今天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 核心腹部肌肉练习当中的 平板式练习 那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这样侧面的 膝关节着地的在我们的垫子上 那注意我们都要把 所有的手指这样张开 每一个手指尖 跟我们裤口为止 轻轻地压地 保持肩轴 还有我们的手腕 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要注意的就是 很多同学在做平板式的时候 会过度地提起我们的手肘 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手肘伤害非常大的 所以你可以保持这样略微的稍微放松弯曲一点 让我们的左脚上后 然后右脚上后 你可以选择两个脚合起来 或者与我跨股同宽都可以 保持膝盖放松 颈部后边拉长 停在这的时候呢 大多数的如果腹部肌肉不够强 然后同学会变成 会以腰部会塌陷下去 所以这样对我们的腰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之所以叫平板式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做这个动作 就像一个斜反一样 颈部 背部 臀部 腿部 成同一条直线 所以呢 要注意身体每一个部位的肌肉都会锻炼到 所以在瑜伽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肌肉练习 然后当你觉得有点累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让膝盖着地 那减一半的平板式 像很多女生 我觉得刚开始 肌肉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壮 那我们可以去让你的膝盖 你可以这样向稍微的往后移动一点点 臀部 背部 腿部 称同一条直线 去做膝关节着地的平板式 这样也会让我们的腹部呢 得到非常大的锻炼 现在呢 我们去介绍的是 加强板进阶动作 就是侧平板 在我们刚刚做的平板式的基础上呢 我们的脚这样轻轻地向后推脚跟 颈部延伸 手臂推地 保持住你的核心力量啊 非常努力地收紧我们的腹部 我们把双脚这样交叉起来 让你的左脚的脚外侧跟右脚的脚内侧着地 慢慢地试着抬起我们单边的手臂 那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抬手的时候 肩膀要保持放松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凿地的这边的手臂 你的手外 手肘肩膀 同一条直线 一样要保持我们的整个的手肘跟肩的放松 如果你感觉到你身体力量在往下塌陷 慢慢地去收紧侧腰跟臀部的肌肉 把身体力量要拉起来 这个动作其实蛮强的 所以像很多刚开始练习瑜伽 你可能没办法做到 你可以选择把下面的腿 膝关节着地 这样从而可以保护到我们的手腕 手肘肩膀 所以也不会说让你的肌肉抖动得那么厉害 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动作开始慢慢进行 这个我们腹部肌肉的练习 然后回来的时候 这样放松 你可以臀部向后稍微地活动一下 我们的手腕关节让我们的手腕放松 然后再去做相反方向的练习 一样双腿向后轻轻地推脚跟肩膀放松 双腿这样交叉起来 抬手臀部上提 让你的整个的颈尖保持非常放松的状态 所以很重要的保护脖子不要捶头 所以让你的颈部这样拉长 也是一样 如果你觉得你身体抖动得很厉害 没办法控制 架面的膝关节着地 让我们的身体保持特面从同一条直线 然后慢慢地收回 让手腕略微地放松 活动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在做手平板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就非常多了 所以先从我们的手臂开始 要注意就是保护我们的手外 所以你的手指每一个都要抓地 然后保持我们的虎口位置 不要这样拱起来 要把它平推下去 那感受我们的力量是从手一直提向肩膀 好多同学有这个double jump的问题 那我们要注意就是弯曲 略微地弯住我们的手肘 保护我们elbow的这个关节 还有就是肩膀 那顶椎尽量拉长 不要去踏肩膀或者把脖子夹住 当我们在做侧平板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容易产生臀部这样下垂的问题 所以要尽量地把我们的这个臀部往上提起来 侧腰肌肉收紧 然后感觉所有的身体力量 好像有个人在拉着你 把你身体向上提起来 这样子才能保持我们的肌肉收紧 跟身体的稳定性 手平板呢是一个全身肌肉的练习 所以当你在进行练习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身体 很快地会大量地流汗 或者是说全身的肌肉都会感觉到那种酸痛 当你在家练习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几个小的细节 那长期去练习的话 你会发现你身体所有的部位都会有很大的瘦身的效果 所以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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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